今天打算把棚面收拾一下 老师有点太浅了 听我这么一说 刚刚好的考虑 他就给转下来了 你这又要干啥呀 哎呀倒一下 好了 怎么用啊 这啥差不多了 我就那么一说 他还真该改成身色了 说点什么 老让人给你扶着吗 这回不扶了 三银子又想帮忙 别擦了快 来来来 快给你擦了 你这个小手多买一下 自己看看 你给我下来行不行 得打上来 下去吧 草席擦好颜色之后 还得亮一下 你看三银子 这委屈爸爸的小样 邻居装修 剩了点木头 我老公花一百块钱 给买回来了 我俩特别喜欢农村 喜欢这种 淳朴随意的生活 每当在院子里干活 听着大自然的 虫鸣鸟叫 那种心情 真是说不出的放松 木头扒完皮之后 又一个个擦上了油漆 说是这样可以擦得住 好不容易做好了 还坏了一根 没办法 只能找一根长点的 接了一块 木头擦完之后 草鞋也差不多干了 可以往棚上钉了 这棚可不太好整 我用小锅撑着 没多大一会儿胳膊就算了 我老公赶快做了个大耙子 都说好手艺不如家是庙 这大耙子正好顶到棚上 这回干活可轻松多了 钉这棚对我俩来说 难度系数还真挺大 不光得登梯子养着头 而且还得把草鞋子一块块拼接上 拼不好就有缝 而且还鼓包 我老公又找了个小木棍 这样往前一点点推着顶就拼多了 虽然有的地方还有缝 但安置房梁就看不着了 下一步开始安房梁 你又买啥了 你不是手机老喊嘛 我这在专车上给你买的二手苹果实在 这个才三千八 吸引的便宜箱一千五千的 专车是一个官方验二手平台 每台手机都经过真正检测和应验保修 特别靠谱 上面的二手苹果和电脑也很不错 强烈推荐 买二手就得买官方验过来 按这个横梁呢 需要把一侧做好的木头卡槽先按上 然后横梁和另一侧的卡槽一起按才行 四米长的横梁 完美遮盖了草席的接风 整个过程中 我手中的这个小木棍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起到了四两八千斤的左右 好了 棚做好了 你看 他又琢磨起客厅的灯来了 好